男子一看見警車 立刻衝上前出拳攻擊 員警頂住車門 呵斥制止 但男子根本聽不進去 場面失控 男子衝員 口出惡言 還不斷掙扎抵抗 被壓制上銬還很不服氣 不久前 他就是因為酒醉大鬧 管理員才嚇得報警 你現在在檢查你在車上 我們檢查了 去哪兒 人家在車上 我也不知道要喝酒 十三十幾歲才沒辦法 我們警察在哪兒 他媽媽來是講說 聚餐喝太0.9的酒車太高了 罵警察又到達管理室的男子 家住台南 臨時兩點多 接著去拍下他返家後 請管理員打電話叫妻子 起床下樓 他還聽見管理員拒絕 竟然動手把管理室的物品 全回落地 還不斷跑銷 事後被上銬帶回警局 酒測值高達0.97 酒測值高達0.97 虧錢做事毆打我們的行鑼車 還有陸罵我們的同仁 男子酒醒後 對於自己的脫緒行為 全旺的一干二淨 事後得知自己罰酒瘋 罵警察又大鬧管理室 得被依妨妨礙公務 跟毀損罪嫌送辦 後悔已經來不及 謝謝劉掌佩儒 探訢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